解决问题的一种能力 最终我们创造创新的东西 要是去解决问题的 它是一种动态的 包括我们的精神层面 其实也是在不断地动态的 不断地坚固和不断地扩展 创新力的这种东西 一直是在我们生活中 各个方面能力的一个综合 那这个精神有了 那接下来就是说 它真的有没有这个能力呢 大家好 欢迎来到The Next Parenting 下一代养育 我是你们的主播Claire 我是Ivy 我在纽约有一个两岁的儿子 Ivy在深圳有一个四岁的女儿 在这里有世界最前沿的教育理念 也有最创新的教育实验与探索 更重要的是 这里有我们最真实的故事 愿我们的声音可以给你带去力量 愿我们的存在 让你在育儿的路上 不再迷茫与孤独 让我们彼此陪伴 共同成长 一起进步 Welcome on board Welcome to the next parenting 我每次看到你那边阳光 早上就是照进来的时候 就给我很大的那种鼓励 真的 因为那边是早上 我每次看到你 哎呀就是好像清晨 很有力量的那种感觉 就是我觉得就开始心底一天 特别好 你在纽约的深夜 然后在这边默默地去工作 我觉得这种精神更鼓励我 所以我跟他说 大家可以听到我们的这个 next parenting的这些对话 就是觉得也就是因为 我们就是深刻的 好像这种互相理解 或者信心相惜的那种 才可以坚持这么多个日日夜夜在这里 就是陪伴大家一起 当然也是我们个人成长的一个过程 所以就是也是觉得很欣慰 这一路上大家可以一起 那说到今天的这个话题呢 我们上一周其实是有聊关于 如何提高孩子的这个批判性思维 但是其实我们上一集没有讲到的地方是 这个其实批判性思维是在创造力的这个过程中 是相当于打一个前站 对不对 我们最终是希望孩子有这个创造力 我不知道艾威你怎么看 我会觉得这个东西其实蛮空的 就是一开始讲说 我们要孩子有这种创造力 创新力 这个东西是什么 因为又不能去量化 你怎么理解的或者感觉的 我有相似的感觉 就大家的理解里面 会觉得创造力它是不是一种 就是想象啊 然后又能这种怎么去跨界 然后去创造一些东西啊 或者说它真的就是说 用它的一些成果行为去创造一些东西 平时很多的时候 像很多的那种中 就是说很多教育的机构 他们说培养孩子的创造力 然后家长等孩子回来的时候 他们会看到一些作品 会是什么样的作品 就是可能是steam教育啊什么的 就通过各种各样的跨界 各种各样的物品搭在一起 也感觉就是一个创造力的呈现这样 我特别深有感同身受这件事 就是你说的好像就是 大家一起去brainstorm 就是好像去头脑分爆 做一些事情 然后做个什么小的产品呀 小的艺术品呀 那种好像就是说 这个就是创造力 因为你用不同的一些新的方法方式 造了那个小玩意儿 就是但是我会觉得 就是之前我也意识到的 好像比较局限性的这种创造力 就是我原来是把创造力等同于想象力 嗯 对我觉得 对现在好像不是的 现在我觉得是more than that 就是更多的东西 嗯 我觉得大部分可能我不知道 或者是我们的听众和观众的朋友啊 家长朋友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感受 就觉得说大家孩子小孩子有这种创造力 就是他有那种更加天马行空可以去想象啊 可以去想得到啊的那种那种能力哈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就是狭隘 或者比较单层面的一个一个创造力啊 对的 对 自己 我自己好像以前评估一下说 哎 好像像我自己在创造力方面好像并不是很擅长 怎么讲 好像 跟正道说去做出一些什么 或说我在一些手工啊 或设计里面的时候 我好像并没有设计出一些 好像能拿出手的一些东西来 好像很少去创造一些东西 但是我好像后面去做一些测评 然后他问了一些问题 关于创造力的问题 他其实是会问你说 哎 你在一些 别人掏出一些观点的时候 你会不会去 很想要去创造一些新的一些观点 或新的一些角度 但类似这些问题 哎 我就发现 哎 其实这也是创造力这种体现 我觉得你说的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 创造力是不仅仅是 你天马行空的在那边想 而是要去 发问 其实怎么问问题是很重要的 然后呢 再接下来一步就是 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我刚就讲的 比较狭隘的那种创造力是 就是等同于想象力 但是呢 就是真正的创造力 创新力 是你在于一个问题 基于一个问题上 可以提出的不同的问题 和可行性 然后去解决问题的一种能力 其实最终我是希望解决问题 其实我现在其实把这个创造力 创新性力是等同于解决问题的能力的 对 并且他也会问一些说 你是否喜欢与众不同 或喜欢特立度 或是喜欢一些创造一些新的东西 我走的一些路径是稍微 跟不是随大流的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属于创造力的一种体现 没错 我觉得这个创造力 好像不是一个单一的能力 就是不是说我们所谓一直讲的 提高专注力 或者是抗压能力 或者是那种团队的协作能力等等 它是一种单一的能力 而创造力好像是对一个人比较 就是一个综合的能力的 一个最高级的一个体现 你怎么觉得 对 这个是在21 就是有很多的像联合国 他们都制定了一些教育方案 它里面分别讲了下说各种各样的素养 其实创造力这一块的话 已经是就是属于那种非常高级的一个 政治层面了 你感觉说一个人很有创造力 他其实就是一个 感觉他综合能力是很高的一个 因为他毕竟是要 就感觉他是有很多跨界的一些东西在里面 就是知识面很广号 然后比较有经验 对而且就是这个创造力本身 它不是一个就是一个好像静态的 是那种具备这种能力 而是是这种一直在动态的 好像滚雪球一样 当你的知识面 各方面经验储备 那种想象力 还有你个人成长一些内在的一些下感 这种人整体的改变的进步 价值观的进步 总体好像慢慢像滚雪球一样 才会慢慢的更加有创造力 我们分别列举了一些创造力 大概给我们的印象是什么 那我们现在先聊聊 创造力它的定义是什么 相关的一些研究说 就创造性思维 它其实是非常强调 我们刚刚说的 就是这种创新像求变 就是说我有种欲望 我就是想创造一些新的一些解决方案 或者说我想走不同的路径 然后它是敢于打破一些常规和主流的思想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必然是非常艰难的 所以它也要有这种进取 不断开拓和革新的这种 开拓的这种摆折不扰的精神 对 艾未讲的这个就是一种创新精神 就首先是一种精神气 给人感觉就是有那种 一直比较想要问问题 一直想说找到一些不一样的解决方案 而不是说是为了求不同而不同 为了那种与大家不一样 而是说真的是那种思维很活跃 老有那种气 我们身边好像都有这种 就是那种可以被这样可以被那样 就是想很多种方式 那这个精神有了 那接下来就是说 它真的有没有这个能力呢 其实我也是同意跟你说的 它是一种动态的 包括我们的精神层面 其实也是在不断的动态的 不断的坚固和不断的扩展 那创新能力的话 其实也更是这样子的 创新能力的话 它其实就会包括说 想象力呀 你是不是能很有创造性的去计划呀 然后你是有这种综合 整合很多活动啊 资源的一种能力啊 这些都是一种创新的一种体现 没错 我们其实现在讲到了创新性思维 就是我们刚才跟大家讲说 如何提高这种创造力 其实呢我们刚刚总结了一句话 就是你解决问题的一种能力 最终我们创造创新的东西 要是去解决问题的 但是现在呢 我们跟大家讲说 哎这个你想要真正的具备 这种解决问题的能力 你首先要想 有这种怎么做 这种思路 这种能力就像你刚刚讲到了 说是这种想象力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能力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能力 是一种灵活应链的能力 就是那种 他觉得说这种东西不是固定的 就这样一个方式去做 而是很多变的 这种灵活性的思维 是非常 也是这种这种这种一种一种能力吧 也是需要具备的 还有什么我在想 就像我们说 你要解决问题的话 像你刚才提到的 组织各方面资源 调动资源的能力 资源整合的能力 然后与人相处的能力 团队协作的能力 怎么样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好 包括其中怎么样去跟各种 文化背景的人去沟通 这种等等 这方面的一些软实力 我觉得其实都是在这种 创造性思维能力的 培养的这个范畴之内 对不对 对的 我觉得在推动了这些 去往前进的 它其实就是一种人格 人格在里面 对我们说的它这种使命感 或者说它这种追求 然后它这种不怕困难 不怕失败的一种性格 我觉得这一个非常地 推动着它的创造力 和解决能力 创新能力 在不断发展的 这一个根基 我觉得你这个讲到了 就是一个第三个层面 就更高的层面 就是一个 一个价值观 和你的一个价值导向 怎么样驱动你去更加的 有这种创造的能力 那就像你说的 这种是什么东西 可以让你不断地往前走 去改变 去变革 其实跟第一条 我们的这个创新的精神 其实相互相成的 这种精神其实背后 是不是要有这种创新的人格 就我们讲的这种价值观 和实用感来去推动的 因为创新 任何的创新变革 新事物的出现和发展 都是需要有巨大的勇气 去推动 去改变 去褪变的 那这种勇气从何而来 那就是其实是我们身上 自己对生命的 这个一个态度 或者是说对一件事情 本身的一个 这个价值观的一个定位 我觉得才能够让我们坚持地 去做很多的改变 我觉得其实我们俩现在 做这个Next Parenting 就是我们定期会 跟大家一起聊天 这种方式 我们俩也聊一聊 然后呢 如果能够同时 引起我们的听众 观众朋友一些共鸣 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我们现在 做的这件事情 就是本身一个例子 我们继续创造这样一些东西 就不管其实大家 有没有人来听 或者不管大家怎么样 去看和评价我们 这个这档栏 但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讲 或者对Ivy 我们两个人 对吧 就觉得好像是说 我们现在在育儿的路上 确实是有很多的 专业人士 也给出很多的 专业的一些意见 然后呢 很多这个妈妈 父母 尤其是妈妈可能是 当了这个 就是女性朋友 变成妈妈之后呢 就变成了一个 很好的一个researcher 就是承认了调研的人 因为就经常会搜 怎么怎么样怎么办 孩子怎么了怎么怎么办 如何帮助孩子怎么怎么样 所以每一个人其实都是 有很多的信息和知识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 就少了一种陪伴吧 陪伴的身影 大家好像都是很孤独的 在自己在做的所有的搜索 压力都在自己身上 所以我们就 对吧 Ivy和我就觉得说 是不是有一种声音 可以陪伴着大家 一起去成长 一起去探索 这里就像大家的一个 每一个人树洞的一个结合 然后可以去在这个中间 寻找这种共鸣 我觉得能够给大家 再去力量和温暖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 的一个价值观 对不对 我们做这件事情 那个目的 我们刚刚讲了很多说 这种创造性的精神 或人格 我觉得我们身上 其实就是 拿品 就秉着这些品质 去做这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在做 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 其实也会再进一步地 升华我们这些品质 是吧 对 其实大家好像看 我们在这里聊得 好像很轻松 其实有的时候 我们压力也很大 因为就是本身 我们生活 就我们跟大家是一样的 生活也是有很多维度的 有各种问题 有很多鸡毛 不是说我们好像 就生活得很easy 就是白天 我们也是有很多 家里的事情 要去做 对不对 然后呢 但是我们在聊天的过程中 因为发现 我们这种勇气 是这种力量 和这种使用感 让我们一起来坚定 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这种勇气 和坚定的力量 都是在不断地 在做的过程中 慢慢地去提高的 它不是说想的 所以我们刚刚分享说 我们为什么做这件事情 然后它背后的 跟我们的价值观 有哪些贴近的 其实就是有很多的学者 他也说了 就创造力 创造性思维 它其实它的来源 真的是跟 我们本身的价值观 是非常非常相关的 你看在书上 大家都有好几种价值观取向 例如说这种短期的功利主义 或者说长期的功利主义 或者说内在价值的 非功利主义 其实呢 我们市面上 我们也能看得到 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成功人士 他们也是被各种各样的 这种价值观 给驱动着 那看到很多一些 很成功的人士 它真的就是 看出来是说 比一种 是那种内在的 内在价值观的 或非功利的一种 一种主义去驱动的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一种的话 其实才能更能 坚定我们的 内在的一些信念 决心 其实在不断地去突破 因为其实创造 创造力 创造东西 然后去创造 解决方案 解决方案 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对 这需要有这种内核 像你刚才讲的 短期的功利主义 我们见了很多 很多的教育机构呀 会比较 更偏向于 带给家长的这种焦虑感 然后呢 这个在孩子身上 这样对孩子和我们自己 都是非常不利的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们也会看到一些 长期的功利主义的这些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 比较打引号的 就是说 怎么讲 因为我们可能 身上多多少少都带有 自私的那一面 就比如说在孩子的身上 有时候我在讲说 到底我是不是 无条件地在爱他 或者我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 是不是就是完全没有目的性的 我想像好像也不是的 因为我觉得生而为人的 就是这个 这种功利性的一面 好像觉得是说 我希望可能孩子有一天 他觉得是 肯定我这个母亲的 或者觉得说他肯定 我那种 跟我有情感上的互动的 而不是那种 就是我好像比较自私的希望 我跟他的感情 就这种亲自关系吧 是非常close的 是很近的 所以才能够做到说 能够像灯塔这样子 可以去照亮他们 所以这个 可能这个也算是 个人层面来讲 育儿过程中的一个 长期的功利主义吧 对 因为我们都希望孩子 可以以他快乐 同时能够去创造价值的 这种方式去过好他的一生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觉得与其看短期 孩子能够做什么 能够有什么样的成绩 不如就是眼光放长远 然后看他从一个很 livespan 就是人生整个这个长度 叫什么长跑来讲 看他可以去实现什么 很多的我们现在 就人类的发展到现在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 充满各种各样的问题 它的确就是需要 各种解决方案 所以我觉得创造力的 一个大的体现 或者说它为什么重要 就是它真的就是帮助我们 去更好的解决问题 我觉得有创造力的人 都是生活的一个 好手 基本上生活过的都不烂 都不是很糟 因为你此路不通就寻他路嘛 其实我觉得能把生活过好 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应该有很多父母朋友有这种共鸣 我们其实在走入家庭以前也是 就是有很多的幻想 对不对 你是小小女孩那种 有很多幻想 然后没有那么强的各种能力 不像现在就是什么都不怕 所以生活其实实践是最重要的 带给你很多的机会去锻炼 所以在生活中是一个很好的 就是叫做problem solver 对不对 就解决问题的这种好手 所以有创造力的人 就是说至少你的生活不会过得太一滴鸡毛 所以你说它为什么重要呢 它重要在生活中的点点 第一 大家说到我们生活当中充满了各种问题 那其实也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就是一个充满了各种各样不确定性 各种问题的 像今的疫情 还有说过往的很多的一些这种危机 其实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就是一个黑天鹅瓶飞 或者说什么那种灰犀牛 这些都是顺利 就是真的就是一个蝴蝶山洞 它可以引发这种全球一个一连锁的 一个很巨大的反应 所以其实我们为什么要重视创造力 就是因为它能更好的帮助我们去应对 这个非常充满不确定性的一个时代 没错没错 确实是你看我们现在这种 在全球疫情下的这个状态 也有很多人去讨论我们疫情之后 该如何去面对生活 我是觉得可能有创造力的人 本身或者身上带有这种 愿意面对未来不确定性的这种能动性 就是这种武器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们这种思维方式 带给我们的这种 面对未来不确定性的这种 这种敢于走向这种不确定性的能力 是非常重要的 那您有没有觉得Ivy就是在整个疫情的这个过程中吧 有没有过比较大的一个大的一些决定 就是不管是孩子啊还是自己的身上啊 有过一些面对的这种不确定的一些改变或者做过的决定 我是不是也好 我觉得回顾一下 其实我这半年也是更主要的就是花了很多精力在我的一个 coaching上面 那我当时也是在想着说这个时代那么多的巨变 我们的精神压力可能很重 然后这个时代又是一个全球非常联合 就是全球化的时代 那我未来我会去会在什么地方都是充满不确定性的 那我就是想要说 获得一种 即使我离开了一些工作平台 我依然能去养活我自己 我不在中国 我不在这个城市 然后到世界其他各个地方 我依然能养活自己的一种能力 那我现在目前选的就是一个coaching这一块 就是一个自我能力的一个提升 这是我做的一个决定 就是你坚定在这个coaching的这个道路上很专注 就是提升自己的这种coaching的能力 然后更好的去帮助就是未来需要coaching的 对需要帮助的朋友 对对 我觉得 它是符合我的那种内在价值的 内在价值观的一件事情 真的就是它 可能看得到周边有很多朋友 因为这个疫情原因 然后就是长期的禁闭在家里面 或者说工作的一些变化 就真的就是精神上面出现问题 然后需要帮助 那我觉得刚好就是一个 跟我的价值观很equely 那同时有个很实际的 它能 未来能帮我解决一些生计问题的一种 那我们面对这种不确定性都感觉是说 我们可以从中去学习什么 我们需要具备哪些知识 或者我们该去做哪些功课 去帮助我们到达哪里 所以有这些改变之后 就是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我们不断地去 去面对挑战 然后可以去解决一个问题 然后想很多其他的新的方式去解决这些问题 在这过程中让我们个人也变得比较的自信 就是我觉得有信心去解决这些事情 我觉得就是刚刚我们也说了 就说像创造力啊 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啊 品质啊 它真的就是随着我们的经历实践 它是在不断地动态地变化的 你要是一直在往那个路上面去 去坚持它 去打磨它 去磨练它 它一定会越来越坚固 然后创造力也更是如此 像为什么我会喜欢做coaching 或许它真的是一个充满创造力 然后非常艺术化的一个事情 因为每一个对话它都是你不可控的 它充满变化的 那其实我在想说 我们现在这个人工智能时代 真的是所有的 我们很多机械化的 靠知识的去 我们去背诵很多知识 然后去运用的这种技能 这种工种都会被替代 那什么很难去被替代呢 那可能就是人的创造性的一些工作 很难去被替代 从长远来看 很多我们现在的基础教育本身 对于这个创造力和创新力这一块 好像是比较缺失的 就是这也是一直在思考 就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 好像为什么就是我们那么多的 优秀的 对吧 学校老师 一个国度 没有培养出诺贝尔奖 对不对 或者那个图灵奖的获得者 就是很难出这种大师 那就是大师 其实我们刚才讲到 就是内在 它需要有一个内在长远的非公立行 它才能够创造出 很有价值和优秀的这种作品 是的 它又是一个 就是我们的一个教育金字塔里面 然后像这些大师 它的确就是诞生在一个 非常顶端的一个金字塔 然后一个教育的生态里面 它没有对这方面的人才有些产出 它毕竟就是有问题的 那它里面涵盖了一种 就是比较缺失的就是一种创造力 像创造力 我刚刚也提及 它是一个非常高级的一种认知能力 它是一个非常综合的一个事 叫创造实力的体现 所以就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的基础教育 没有提供这种培养创造力的土壤 所以导致我们真的是 例如说拿出这些科学性的 科学方面的很多大师是很缺失的 就不能缺失 缺科学性的嘛 就是说这种金字塔顶端的一些 那种顶尖人才是很缺失的 所以我在想说 今天我们在这里讲 为什么我们要讨论创造力 创造性教育 它真的就是我们现在 在目前教育很缺失的一部分 真的是能够决定一个人 走得多么长远 或者达到一个多么高的一个高度 的这样子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前提 就是你要有这种创造性思维手心 然后同时呢 身上具备这种创造和改变能力 那我觉得像你刚才讲到 这个教育本身的一个大环境的一个问题 这是第二个呢 我觉得也存在一个就是 我们刚才讲的短期的公立主义的 这种大环境的一个分析 和就是家长的选择 因为很多时候都是家长的选择 更加的鼓励和鼓舞了 这种短期公立主义机构 或者是这种商业模式的存在 欢迎收听收看本期的节目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内容对你有帮助 记得转发给你关心的朋友 想与我们个人有连接和交流的朋友 欢迎登陆Claire的小红书 纽约料妈和艾未的微信公众号 元气咖了解更多 与Claire和艾未一起 关注终身成长 关注家庭教育 共同培养有世界格局的下一代 让我们相约下一期的 Next Parenting